日本麥當勞 季節限定商品 超跟熟 然後我今天就是買 它這個超跟熟 然後還有 還滿多人推薦的巧克力派 我買了三個 然後以及濃湯 跟新品的那個 看起來有點像冰炫風的 好 好 首先來開這個橘色包裝 超 長得很可愛它這個形狀 可是看起來好像有點空虛了 打開看一下 裡面是白色的醬汁跟 那個菜 然後一塊可麗餅 應該是可麗餅吧 然後跟醬 好 來吃吃看 它中間這個啊 是可麗餅 然後可麗餅的那個泥的內餡 然後它吃起來是 有點類似那種白醬的感覺 然後上面是那種 鹹鹹的那個醬味 我覺得沒有很特別 可能因為沒有什麼肉的香味 可麗餅裡面有通心粉耶 有增加一點點口感 可是我咬到現在 我才咬到一塊通心粉耶 然後我都快吃掉一半了 因為我剛剛覺得 它的可麗餅味道很多了 它這個可麗餅中間還有蝦子耶 好 最後一口 然後先來吃一口這個冰 它這個好像是葡萄口味 上面還有一些顆粒 有點像是餅乾麥片的那個感覺 顏色很神秘 我覺得它聞起來有點像是 芬達的橘子口味 葡萄口味的汽水 你不要看它感覺好像白白的 沒什麼味道 那個很濃郁的味道 從頭到尾 我不喜歡 刺幾根豬條 好 接下來是這個熟 你看那個打開 就立刻就有起司了 然後白醬 超跟熟的差別 就是多了一個起司跟有牛肉醬 可是它真的就是 多了那個牛肉醬的味道之後 整個大加分耶 不然剛剛那個其實 我覺得還好 好 接下來是他們季節限定的商品的雞塊 它的季節限定有兩個口味的醬 一個是蝦醬 一個是起司醬 我們先來配這個是蝦醬 它那個打開的味道超像千島醬 顏色也很像 橘橘的感覺 蝦味超重的 很香耶 有點那種甜甜的感覺 可是又有那個鹹鹹的蝦味感 這個我喜歡 這個蝦醬吃完之後 讓你玩如長陽在海中 變成一隻鴨魚 接下來我們來吃看這個 這個是起司口味的 起司口味我超愛 我很愛吃起司 給我們看一下 它的起司味不是像我們一般吃起司 但是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起司味馬上會沖上來 它是你在咬完雞塊慢慢咀嚼的過程中 那個起司味的那個味道 才會慢慢的湧上來 我覺得這兩個醬比起來 我比較推薦吃蝦醬耶 因為我覺得比較特殊 不妨跟你們說 雞塊我吃完了 然後這個也吃完了 接下來喝一下羅宋湯 糖吧 看起來很像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裡面的紅蘿蔔 洋蔥跟一些有的不的 來喝喝看 喝下去的時候 那個番茄味是淡淡的那種 然後它是濃的那種羅宋湯 所以它其實喝起來味道比較濃郁 因為我個人喜歡喝味道比較重的 然後它喝起來有一個淡淡 洋蔥的那個甜味會出來 喝完了 最後兩支薯條 現在我們來喝玉米濃湯 這個玉米濃湯感覺料超多的 因為我現在連蓋子還沒打開 我就看到滿滿的玉米耶 它這個玉米超多的 它的湯是那種玉米糊的感覺 然後很濃稠 有勾芡的那一種 可是它的玉米超多 吃完了 接下來就是巧克力派 三角巧克力派 然後打開是這個 三角形的感覺 它咬下去外皮有點像咳嗽的感覺 就是脆脆的 然後會掉皮的那一種 因為咬下去第一口的時候 覺得它油味有點重 因為沒有沾到巧克力醬 可是之後再往下來的時候 有巧克力醬的時候很好吃耶 因為它巧克力味道甜甜的 然後再搭配上外面就是炸過的這種酥皮 超酥脆的 你們有聽到那個 咬下去那種烤的聲音嗎 給你收音一下 這個超跟手是他們好像冬季的季節限定 其實我不確定 可是他們好像是每年都會出的一個商品 如果你們只有我要選一樣吃的話 我比較建議你們買熟 因為它牛肉味比較重 這個就是貝雷口香腸的冰淇淋 然後如果你們來的話 我滿推薦你們吃這個蝦醬 因為我覺得這個蝦醬還滿好吃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啦 掰 對 外面 待會兒見車 闖紅燈就被攔下來 哇 超快的 好想要吃美國豪華版的